有大蝸牛跟小蝸牛 大蝸牛每一小時走 1米 1米 小蝸牛每一小時只能走 0.1米 在一個鐵道上面 走 目的地是10米 走走走 大蝸牛速度比小蝸牛快10倍 對不對 但是小蝸牛體積小 牠不容易掉下去 只要滑下去 就要重新再回頭來走 請問兩隻蝸牛誰先到達終點 起那麼快 李光輝先生 因為題目提到一半 我就開始愛過了 是 所以我沒辦法參與 我是故意要強調內容 讓他們更清楚 要去邱毅師集團 一起到達 為什麼 因為小蝸牛站在大蝸牛的背上 沒有 鐵軌兩邊不一樣 兩邊 你要選擇大蝸牛還是小蝸牛 那我就選擇小蝸牛 小蝸牛 這不可能 那我選擇大蝸牛 好 這樣一定有個人對 兩位的答案 同胞 黃毅鳥 答錯 就是 因為我有火車開過去對不對 因為 如果你是蝸牛的話 就不要走 我呢 你分成三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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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想睡覺 等一下 我要放浪窗 天啊 憲哥 憲哥 憲哥我要考你 一個鐘頭 我才走一米 十米 十個鐘頭 揮槍 嗚 你 睡掉 那我可不可以也出個題 對不對 我出個題 好 大家猜 哪一種人不能在加油站裡面打工 油槍 滑掉的人 沒有啦 有啦 我沒有啦 是喔 這個是早餐廳的笑話 我昨天才知道 現在我聊了一題 來 來 補一題 池子裡面有五隻魚 有一個神鏢手 射飛鏢手 飛鏢射過去 有幾隻魚沒事 這題我知道答案 兩隻 來 錯 有幾隻魚沒事喔 什麼答案 三隻 三隻 因為 因為某個感冒的 殺雞好痛喔 閃鑣 有腰牆壁是不是 好 好 OK 好 請問 有一隻螞蟻 是喔 它移動在沙漠上 而為什麼 因為 我的強項 我的強項 好可憐 請問一下 什麼刀最長 好 什麼刀最長 什麼刀 什麼刀 刀最長 對 屠龍刀 為什麼 因為 不是在比 不是在比智商 曉明去超商 為什麼離開坐輪椅 離開坐輪椅 因為他 他腳背了 看耶 小妹 你好強 你好強 怎麼好笑 你們就不能正經一點 我的口 自張是真正的 真正 這個是 變成 一個 一隻 三隻 2 三隻